台下支持者加油声一次比一次热情 让正陷入退选危机的美国总统拜登 就甘心一再向选民挂包紧 北约峰会后拜登又马不停蹄 周五前往密西根州造势 台下活动时他表示大家都希望他赢 也希望他像让北约凝聚一样 让美国团结起来 拜登将选民比喻成自家人 但越多大咖民主党人和拜登离心 继乔治·克隆以后 金奖影帝麦克·道格拉斯 也成为好莱坞巨星当中 呼吁拜登退选第二人 道格拉斯接受BBC访问时 表示选战如火如荼之际 一定需要清楚的口条 因此实在无法想象 拜登还能再做四年 并暗示能替换拜登的人 各个都有实力 像加州州长纽森 以及最有可能的副总统贺锦丽 在夏季节中 你跟川普总统说 你会不会抗抗卡玛拉·博士 在一个总统竞选 我还会觉得你还会这样吗 当然 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现在举行大选 川普支持率达47% 拜登46% 贺锦丽的话则有49% 不过民主党金主认为 话说再多不如实际行动 最新一位大咖捐款人直言 若拜登参选到底 将冻结约合台币29亿多的捐款 这笔钱几乎是拜登第二季 募款额的一半 没了这些赢弹 对手川普势必小开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